李先生,如此频繁地给女性发红包,是您在追求一些廉价的快感,追求一些浅薄的恭维。 你沉浸在这种感受当中,不能自拔。 他一门心思地想过好日子。 他在你落魄的时候,身无分文的时候,他没有弃你而去。 他甚至带着娘家人一起帮助你渡过难关,让你东山再起。 你丝毫没有珍惜和感恩啊。 你回报他的是什么? 是那几万块钱发出去的红包? 是和别人那些暧昧挑逗的语言? 你在扎他的心。 其次,我也理解他心中的不平衡。 你的女儿今年二十四了,对吗? 对。 他已经独立了。 他应该去有能力去承担自己的一些支出啊,一些开销啊。 出国留学是好事。 在我看来,那是锦上添花。 锦上添花不是刚需。 如果经济条件发生一些变化, 你应该得到你的妻子,你的另一半的许可。 他有权做出拒绝的反应。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善良的女人。 当你在善待他的时候,你让他感受到倍加温暖的时候, 他怎么会不去把爱再奉献出来善待你的女儿。 在你的大哥和家人面前,是,他们之间是有矛盾,你没有积极地去化解,去协调。 你是选择了撇下妻儿,你一个人去。 这就说明你允许你的家人可以放弃她,无视她。 这不是一个丈夫该有的姿态。 你应该微笑着告诉你的大哥说,我想带爱妮一起过来。 她也是你的弟妹,也是我们大家庭的一员。 李先生,你之前是承认了错误,你说我错了。 您的妻子其实出去和人吃饭也好,干嘛也好,其实不是什么大事。 为什么您今天非揪着当作一件事来讲,你后面那句话很关键,就是,你犯了错,我也犯了错,我们扯平了。 你就是在刻意去挑她的刺,然后去冤枉,委屈你的妻子,然后你的目的就是在于,我们扯平了,你不要再说我了。 不是一个大丈夫所为。 您轻描淡写的,说你写了个保证书,你今天给的态度是,我当时就想应付一下他们,让他放心,让他闭嘴。 在我看来,你可能想规避这个保证书的法律效力。 你在担心这个保证书一旦你们离了婚,是不是可能你要承担什么法律责任,所以你今天急于表态说,我这个保证书不是出自真心。 所以你在场上你说的这些话,我细思极恐。 你让我一个旁观者,有了这样的感觉,那么你敏感的妻子,她会不会有同样的感觉。 如果您真的是这么想的,那你考虑考虑,要不要和她过下去。 如果你不是这么想的,是委屈了你,我刚才说的冤枉了你,那么你得想想,你的表达方式上是不是有问题。 你是不是应该换个表达方式,去表示你想跟她过下去的意愿。 那么,张女士,我就跟你分享一个词啊,这个词叫做格局。 你作为一个继母,你需要做的,是尽一个母亲的职责。 我并不是说你今天一定要给她出几十万去留学,因为可能并不在你们的能力范围。 可是作为一个母亲,我想说的是你考虑问题的时候,你就不应该局限在,那是你的女儿,我只管我八岁的儿子。 你要像一个长辈的样子,去跟她沟通,去关心她,照顾她,去替她设想。 所以我今天就跟你说这么一个词叫格局。 人生在世没有那么多,由着你任性的时候,我们有很多的无奈,我们有很多我们的义务和责任是应该做的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